接著呢 我們就在斜坡上再把一個P點能夠在斜坡上移動 先把先前的影片做些整理 例如把這桌標軸藏起來 那接下來呢 輸入這個Y等於0 好 然後我要畫一個角度 就是說 B 等於這個-10 那我今天我就可以用畫角度工具 來畫這個 AOB 好 這邊按一下這個屬性 好 讓我們呢 這個角度的部分 只顯示它的這個數值 好 調整一下這個位置 接著把這個B藏起來 G和F呢 標籤也不要顯示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有個P點要在AO上 那我再用另外一個參數S 好 那S呢 我現在要等於0.5 好 那P點我就利用P等於S乘上這個O 再加上1-S乘上這個A 好 我們這樣子P點就會在這個AO上 好 那我們可以把它美化 例如說這個顏色呢 先把用淺藍色 P點我們用這個紅色 然後讓這個圈圈比較大顆一點點 好 我們把這個S呢 顯示出來 然後改一下這個範圍 例如說從0到1 好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調整一下這個P點在這個斜坡上的移動 對於角度的範圍 我們也一併修改一下 讓它變成從0到這個90度 現在可以動了這個角度跟這個P點的位置 好 那就好了 來吧